好,我们来做类似这种立体的感觉的字 那我们在Squatch里面,我们要怎么做到类似这样子呢? 那基本上我们会用到的是一个所谓的概章的部分 画笔里面我们有概章 那首先我们要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呢,我们是一个感人的故事,它是标题 那我们希望它从后面往前面做一个有一个立体感的感觉 那我们的积木可以怎么去堆叠呢? 那就开始,一开始呢,我们先把它定位 这一个,假设 我们这一个,我们希望它定位在某一个点 那我们要去算,这一个点在哪里 那我们可以经由什么动作的积木可以得到这一个座标 这个座标,那我们取一个整数好了,假设这是20 这个是-10好了 那最后定位会在这里 最后定位在这里,那我们怎么算出它从前面这边移动到这边呢? 所以我们要去算 那看你要做几层,你要去算 我们用的是 用概章跟分身的做法 假设我们这边要做15层 15层那你 X跟Y 你移动多少 我们都移动3的话 我们都移动3的话,15乘以3就是45 45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算 它是从上面 假设X是从移过来往右边移的话 所以我们呢,假设我们这边那你要从这边 从这边慢慢移过来 那 20减掉45,就会变成多少? 负的 25 好,负的25 那我Y呢 X是从这边往这边移 Y是从上面往下移 或者你要从下面往上移 看你想要的立体感是什么 那我们从上面往下移 Y是要 加上去的 负10加45 那这边就是35 好,这就是35 第一开始我们定位四者 定位到这里 好,定位到这里之后呢 好,定位到这里之后 我们要把绘图的东西 全部清掉 好 尺寸 恢复预设的 好 这个可以不用到预设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先把它这样看 你就让它恢得不到预设 从这里开始 那清除 图像效果 然后 看你要不要做透明 这个幻影要不要做透明 可以吧 我们先不做透明 那尺寸设为多少 你希望从多小开始画 如果你希望从很细开始画 你这里可以从0或者是10开始 好,假设是10 你看它就会变成 好,很小 然后慢慢长大 然后重复做15次 做什么 我这边是把它做颜色改变 尺寸也慢慢加大 好,15次 尺寸就会 假设你要回到100的话 你要算一下 好 那如果是20次你也算一下 好 那最后我们就回复到 清除效果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复到 100% 好 好 一次把它回复到100%这边 然后利用盖章的动作来做 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颜色不好 你这个值可以稍微换一下 假设我是10好了 这样子 它就会有一个渐进的 上来的效果 那你觉得如果我要刚好 密集点 我20好了 20改变5的话 刚好100 假设是这样 那这里为什么会虎 因为你这20100前面是10 所以变成110 它超过了又再缩回来 就会变小 所以你这边自己要算一下 所以这边都好 尺寸设为0的话 它可能就不会虎了 那这边要算一下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15好了 好 这样就不会是一个糊的状态 还有颜色的部分 你说如果我想要做 灰阶的话怎么办 灰阶你可以 利用这个做 好 设为什么 要用运算 设为一个无限大 1去除以无限大就好 它前面就是一个 灰色 灰色的 灰色 那如果你要做透明的话 你就去做 它就会有这样一个 类似这样一个立体的感觉 那就看你要做几层 还有这个x跟y 你要移动多少 如果你不想移动那么多 你可以改成2 它会就会薄一点 它就会薄一点 你看它就会薄一点 移动没有那么大 那就看你这个x跟y 你要移动多少 会影响你这个立体的感觉 或者立体的感觉 颜色要怎么去动 怎么改变 就全凭个人去处理